运势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 有些人的运势一直居高不下 但也会有低迷的时候 有些人的运势之前一直平平 后来却可以一跃而起 今天小编要说的就是在鬼节 农历七月中运势可以突发猛进 七天内的过路才神厚爱 千万恨财飞进家 横财杂生 那么究竟是哪七个生肖呢 一起跟小编来看看吧 鬼节 七天内千万恨财飞进家的生肖 生肖鸡 生肖鼠鸡的人农历七月上旬过路神仙下凡进家门 不愁不发财 来财就是恨财千万 天生就非常的聪明而且比较精明会算计 他们在投资和理财方面也会有一番大的作为 但是属鸡的人正财运却是非常的一般 虽然不缺钱 但是他们的收入一直都是无法达到高涨 也跟一年赚不了一百万 不过他们今年的财运方面会被过路才神保佑 七天内千万恨财飞进家 属鸡的人本身对数位就比较的敏感 他们可以通过炒股类似的方式去获取 百万的钱财 鬼节 七天内千万恨财飞进家的生肖 生肖马 生肖属马的人农历七月上旬过路才神爷下凡进家门 不愁不发财 来财就是恨财千万 身上总是有一股强悍的进儿 不管做什么事他们遇到再大的困难他们也不会轻易的放弃 哪怕是失败了也不会放弃 属马的人对待身边的人非常的真诚 不喜欢与人耍心眼 而且性格特别的好 他们天生的脾气就特别的好 和人相处也特别的随和 在贵人的帮助下他们的事业会一帆风顺 富贵一生 鬼节 七天内千万恨财飞进家的生肖 生肖狗 苟年出生的人在前一段时间日子过得很心酸 运势低迷 完全没有致富的机会 生活过得非常的拮据跟窘迫 但是他们的运势会在农历七月来临之前迅速回升 渐渐摆脱梅运缠身的干扰 心想事成 七天内的过路才神厚爱 千万恨财飞进家 所以各方面都会呈现很顺利的景象 好运还能好运 并且他们在这段时间还会有横财杂身 贵不可言 身家上千万对他们来说也只是一如反掌的事情 鬼节 七天内千万恨财飞进家的生肖 生肖牛 生肖属牛人本年是食伤身材的大运 前景不停非常诱人 上半年走冰火运 生生有力 属牛人做什么都热情高涨 很有进取之心 农历七月上旬财神爷下凡进家门 不愁不发财 来财就是恨财千万 将开启下半年的食伤有精大运 财运开端主事 发挥好属牛人勤劳 执着的长处 就能在职场展示亮点 并得到贵人的帮助 挣钱轻易 富贵生存很轻易来到身边 鬼节 七天内千万恨财飞进家的生肖 生肖龙 属龙的人前半年运势盛在平稳 事业畅通无阻 挣着稳定的工资 也算是过得幸福 到了后半年运势十足红火 七天里得到过路财神爷青睐 天天有钱自动上门 数钱数萌圈 而且会越来越旺盛 事业蒸蒸日上 而且工作上得心应手 收入也水涨船高 除此之外 还能收获不少意外之财 钱库风银 鬼节 七天内千万恨财飞进家的生肖 生肖猪 生肖鼠猪的朋友最近时间里的整体运势不振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不过小人作祟是其中比较严重的一项 在农历七月开头七天内 这种不利的人际关系将会得到终结 顺利的赶走小人 并且有天才及新的庇佑 月底之前都会有恨财出现 能够咸鱼翻身 赚得盆满钵满 树前树的手抽筋 生肖猴 生肖鼠猴的朋友最近时间里的运势总体不济 主要是因为小号凶星的犯难 让你的荷包缩水严重 但到农历七月开头七天里 这样的破财情况渐渐远离 取而代之的是偏财运急转之上 能迅速缓解最近的经济危机 并且存款不断增长 喜笑颜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